7月24号 由美中企业总商会佛州峰会推荐的海南培训代表团 访问了北马阿密市政府 了解中国城的建造 北马阿密市政府副市长 亚瑟素雷 城市律师 杰弗卡佐 城市经理 拉里斯普林 中国城项目经理凯伦 美中企业总商会佛州峰会会长杨庚 道场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中国城的构建方案 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 在北马阿密近海的黄金地段建造中国城 是为了改造旧城的建筑 通过中国城重新规划和改变城市面貌 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 这里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国游客和中国贸易往来 中国城也可以有任何国家的贸易商业和文化进入 中国城最大的优势是土地的迅速增值 现场的冲光牌椰子糖引起了海南访问团成员的兴趣 他们介绍说这是海南著名的商业品牌 今天能在这里看到非常的亲切 更惊喜的是美中企业总上会佛州峰会在现场 为大家准备了必到的中国功夫茶 品尝了美国当地名品一二三茶 对于出门数日的中国人来说 有宾至如归的亲切感 大家坚信中国城的建立将会促进更多的贸易往来 每周视频美国北迈阿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